現在有很多說您反對六四這樣的聲音 您對這樣的一個表述有怎麼樣回應 我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發起者 事實之中是發起者 所以在過去30多年裡頭 在我熊野的口裡總是說1989年民主運動 當我們提到六四的時候 不好意思啊 在我的書籍裡頭 在我的書籍裡永遠後面跟著一個六四大屠殺 但是呢這個是因為經歷嘛 因為我六四才過屍體 所以六四在我這裡留下的印象是比較深刻的 所以呢 但是我也知道 我剛才不是你開玩笑嗎 又認原子彈嗎 這個語言是有一個約練俗成的過程 還有一個經濟原則 我也不是不懂 不過非常遺憾的是 人民波浪上1989年的民主運動 最後就是約化成一個六四 哎呀其他人都可以這樣說 我們接受不了 所以當我看到熊野反對六四的時候 哎呦我太高興了 我當然反對了 對您來講這個1989年的民主運動和六四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知道前一段時間您出席了一項活動 那麼在這個活動上呢 有反對建立六四紀念館的人士 也有一些標語 那麼您參加了這個活動之後 也是招致了一些批評 我想聽聽您對這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有什麼樣的這個表態 原本我們是去參加一個研頭會 那個研頭會上沒有說 要反對建六四紀念館的這個內容 或者這個標語 所以得給予研頭 但是去了以後 這個標語換出現在那個裡頭 我們也許真的是沒有經驗 有人說你可以退場啊 我們也想過打板凳 摔桌子 摔旗盆 走啊 但是我們都沒有後來想 因為我們是那個研頭會的嘛 研頭的 我們這個團隊是說 美國是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 你沒有理由去反對別人做什麼 我們那個辯論的團隊 恰恰支持他們 但是因為事情沒有辯論啊 沒有講話就好了 所以本身想研討的問題是 要不要建六四紀念館這件事 研頭的主題都不在這裡頭 研頭的主題是說 現在是新冠時期 我們要反對族群分裂 要呼籲社區團結 這是我們的這個研頭會啊 也當然也提到 要不要的六四紀念館 是個要不要 那麼如果現在讓您做一個表態的話 您知不支持建立這個六四紀念館 我沒有任何邏輯的支點 所以我要去反對 在紐約 雖然六四那個我是有不同理解的 比如說是民主運動 八九民主運動 會嗎不會啊 所以有肯定是不會的 那您剛才也講到了 您自始至終是這個 1989年民主運動的發起者之一 那對您來講 這一場運動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嗎 那一天我正好的人民大會堂 和李鵬對話 而且我說的話 全世界都今天都記得 我的一句話說 不管 這四月中旬以來啊 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不管政府方面或其他方面是否承認 那是歷史會承認的 八九民運動對我是有相當影響的 不管我們今天怎麼看 從大叔講歷史會承認的 然後呢 中國學民主自由人權 這個是誰都知道的 那個在我們生命的初期啊 青春時期啊 埋下了這個 為人真自由真民主的基因 在中國我是個freedom fighter 那我來到美國去伊拉克 我是個freedom defender 在您現在的生活裡 八九年這一段經歷 對於您的整個人生來講 意味著什麼 曾經為那個奮鬥了幾十年 後來就覺得不能躺在那裡睡覺啊 應該向前走啊 那麼今天對於我來說 向前走的正確的路向 目標繼續服務美國 包括服務華人啊 包括作為一個基督教牧師 還要服務上帝咯 要前進啊 要向前走啊 不能躺在六 八九的這個資歷上睡覺 這就沒意義了嘛 三十五 前進 lastly